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這段影片除了像標題所說 講回Seson 15的Balance changes 以及一些新的Features之外 這個Clan War 2的第一個Week 終於結束了 你看到我這裡的5個Clan 都是全部可以去終點的 第一來講,這裡就是加20個杯 It's time for war Week 2 with a race 你看到這裡 是會跟 又是這5個Clan 去鬥 是的 都是同樣5個Clan 你看到其中3個Clan 就已經降了去 Gold League 我以為Week 2可以跟另外4個Clan 但原來不是 這樣的話 會不會 有點不公平 連續5個星期 都是 可能有個Clan是狂猛地打的 有些Clan是比較偏的 那 差距就會在 那 即管 又拿回第一線 那 稍後就會 在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再 私底下 去 用這4幅Deck去打 去試一下 會不會今次 可以更快的速度去衝 第一名 這條影片最主要是說回 Season 15 標題就是 Set Sale for War 那 首先 claim了1,000 gold 這裏 就有個 很少有 它會送 free emote 再加上 golden 這裏 這裏 新的emote 其實我 在 Royal API的IG 是記不到的 所以 這裏 有些意外 對我來說 看看 其實都不一定 搬上去 現在直接按下去 都已經可以顯示 這裏 Guard 的Skeleton 去拆 王冠 那 就 就 對 看一下這裏 有什麽的 reward 這裏 有新的 Tower Skeleton 那 之後 都會有新的 Goblin 的emote 首先是 它的手指 然後 就是 提供 叫做 fam sup 之後 有個 Legendary chess 到 我自己 比較期待 但是 失落比較大的 Season 15 首先 第一張 就是這個 我跟回 Elysazine 2D1 就是這個 Heal Spirit Heal Spirit 它這次 是一個Nerf 由 radius 4 變成3.5 其實這個 每個人都認同 Heal Spirit 在過去 這兩個Season 都很強 配搭 Raw Giants 配搭 可能 是一些 off-meta 的 off-meta 的 Giant Skeleton 都很強 現在 Nerf了 Heal Radius 其實 其實 Heal的範圍 我會說 非常大 我 期待 Nerf 可能是Heal HP 但是 就是Heal Radius 我自己 覺得 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 它的 Radius 因為大多數 可能 你 Raw Giants 都是集中在 Raw Giants 身邊的Trips 所以 Heal來說 都是 可以 Heal 可能 Fly Machine 和Hunter 都應該可以 Hew 然後 就是 第二張 Buff 就是 4的 Elicit 的 Ze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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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的位置 是 第一次 由1.1s 變成0.9s 我看回 Statistics 就是 Super Cell 已經是第四次 Buff Zepis 我自己 覺得 它的問題 不是1.1s 每一次的 Damage 和每一次的 Stun 可能 它本身 我覺得 Stun的作用 但是 每一次的 Damage 實在 太少了 所以 很多人 都會 Electro Dragon 比 Zepis 更多 Zepis Zepis 直接 被 Fly Machine 殺死 所以 當 他 比較 很多 Support Troops 例如 Musketeer 我會偏向 Musketeer 或Electro Wizard Electro Wizard 就算是被Fly Machine 也 殺不死 這個Buff 我覺得 沒什麼用 第三章 要Buff 就是 Buma Buma 我自己 不記得 上次Buff 了什麼 但是 我記得 Buma 曾經 是強 過的 B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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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作用 很強 Buma Buma 是 1.9s 轉 1.8s 0.1s 3.8s 就是 很強 其他Buma 需要 到目的 缺 eles 主要 Buma 我自己 不要 爲 最要 最後 最後 影響性 比較大 就是 他們 包括 兩張卡,一張就是這個Furnace 那Furnace裡面的Fire Spirit 就是Radius由1.5 變成1.7 即是它的Splash Radius更加大 那麼 Radius更加大,可能就會 影響到解一些 Swarm Troops 或者解 就算是Elicit Gollum 也會比較容易解釋 所以 我自己會覺得 它偏向想 比較多人去帶 兩滴Elicit的Fire Spirit 因為 始終 Furnace來說 普遍性不會很大 這個Buff 我自己會覺得 又不會真的 比較多人去帶Furnace 但是有時候 有些 那些Pro Player會選擇 可能帶Furnace 去做防守 做過牌 那這三個Furnace 它Buff了的時候 會不會更加會 加到壓力給人呢 還有Defense的能力會更加強呢 那這個我會覺得 1.5到1.7 我覺得是真的有一個 重要的改變 那這個就 即管可以看看 這個Season 會帶更加多Furnace Hill Spirit Hill Spirit 和Furnace 來說 Furnace Buff了 Hill Spirit Nerf了 即管看看 這個Season 的popularity 是會怎樣 Hill Spirit 說回那個數據 就是剛剛過去的CRL 就是 有整 50% 的Deck 都是有Hill Spirit 所以它 帶上場 那個 那個 Percentage 也會比較高 當然 Ring Rate 就可能 將一張牌 差不多了 好了 那就 講一下這個New Event 那這裡 就會有 一個叫 Grave Guards Loss and Crowned Edition 那這個 Loss and Crowned Edition 我先解釋一下 就是一個 Clash Royale 之前的Youtube 那裡有宣傳到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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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影 類似這樣 但它的 全版本是 沒有推出的 可能就是 因為這個 微電影的 製作了 所以就推出了這個活動 然後 這個呢 就是 另外一個 的Loss and Crowned 這就是 Release the Fire Spirit Release the Fire Spirit 這樣看 看看會不會是在牆上突然放一些火 spirit出來 這個純粹是grave guard grave guard之前都玩過的 就是無故在牆上有些skeleton 好像無故在牆上放了grave yard 會 spawnskeleton出來 這個ram rider challenge 就是送一個free emos 一個goblins 又在派對 這裏也有看到 Build your deck and battle 應該就是 Build一個deck 是由這個ram rider去打 這個算是一個很困難 因為也有12win 之前這兩個是 這個是10win 這個是8win 似乎這個比較有挑戰性 好了 今天這條片就是去做禁錶 喜歡這條片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 記得留意我之後的 Crasher challenge的一些影片 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個challenge 不是 這個balance update 對於你來說 你有什麼意見都在下面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